还疼吗 不疼了 傻瓜 才不是呢 十几分钟以后 叶明爵便和安嫂暖 到了御湾别墅 叶星打开车门走下去 便看见张妈在原地走来走去 看起来非常着急的样子 叶 张妈好像有急事 先生 怎么了张妈 先生 老宅里来人了 尽管她现在正在里边呢 我就在外边拦着少夫人 叶明爵听完张妈的话的时候 浑身瞬间喊一四起 在场的人 除了安小暖以外 都大气不敢出 大叔 你把他们吓到了 好了 不生气了 来的人是谁 是老爷 叶明爵和安小暖还没有走进客厅 便听到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夹杂着愤怒 立刻让她给我回来 竟敢擅作主张结婚 结婚必须理 你家里人不喜欢我 别害怕 是我娶你 不是我家里人 而且我讨厌家里人 为什么 这件事说来话长 以后我会说给你听的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妻子 这玉湾别墅的女主人 嗯 有大叔在 我不怕 好了 进去吧 嗯 走到客厅 安小暖便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坐在沙发上 叶明爵直接牵着安小暖坐在沙发上 金伯 给少夫人端一杯他喜欢喝的珍珠奶茶 和莫斯蛋糕 是 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父亲的吗 叶明爵一开 看着安小暖脸上的眼神 抬头看着叶正红 眼中带着疯狂的抱怨 好看的桃花眼里 充满了嗜血的杀意 大叔 你生气了吗 如果你要是敢动他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人生不如死 混账 我可是你父亲 父亲 我记得我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 我现在和我妈妈妹妹一起生活 你算什么东西 逆子 逆子 是吗 我们两个到底谁是混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